南投 荷欢山迎日出 赏杜鹃 清静 漫步咸游 这个时节的荷欢山 只要天气够好 清晨大约四点钟就有不少游客 沿着湾淫的山路来到这座平台 欣赏太阳露出山头的美丽 尤其五六月间 寻找小小山径来到山腰 还可以看到正在盛开的绅士杜鹃 尽管山上总会弥漫着薄薄的雾气 但是透过花丛 欣赏鸾山的迷蒙之美 感觉也很不错 继续来到这座赏景平台 小松鼠在木栈道前迎接 仿佛是预告接下来会有不错的景色机遇 没错 除了眺望焦底的鸾峰山群外 原来应该在六月绽放的红毛杜鹃 竟然提早开花 让我见识了高山里娇艳的花景 沿着下山的公路来到了清静 成群的绵羊在草原上歇息啃草 很容易让人有身在异国相间的气氛感受 而这个时候也是身上毛笛黄盛开的节力 绵羊穿梭其中 让平静的赏花氛围多了一份逗趣的动感 除了大自然风光 清静这处聚落 住了几乎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 趁着傍晚的时候来这里逛逛 普世的村屋前可以看到居民忙了一天以后 正在聊天休息的景象 仿佛间 游客似乎也沾染了山居悠行的生活步调 动新闻南投报导